大家好,我是Las Vegas的房财经纪Nancy 陈宏 做房地产已经有13年了 也看到了房地产的这些年的变化起伏 最近有一个老客户 他也是看着我的房产事业成长起来的 当我接到他的电话那个时刻 我是多么的希望我的房产客户 能够提前的了解一些遗嘱和信托的知识 能够保护自己的家人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明里苏达大学的法学博士 资深的信托遗嘱律师王林律师 大家好,我是信托遗嘱律师王林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共同探讨 信托遗嘱的相关知识,谢谢 我这边有四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需要家庭信托 家庭信托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今天来听一下 家庭信托就是 像我们的这个资产 在我们自己神智清楚的时候 我自己健康健在的时候 当然这个资产归我自己来管理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没有任何的争议 也没有任何风险 但是问题就在于 人生总是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 无常的变换 可能会有一些紧急的时刻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资产 在我个人名下 那我自己去管理它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有一天 要是我神智不清了呢 如果要是我过世了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没有特殊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 我的家人 他看着这个在我个人名下的资产 但是他是不能直接作为我的家人 作为我的配偶 作为我的孩子去管理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思考 这样的一个场景 如果说要是有一天 我这个神智不清了 那么我呢 这个房产证上 还是我自己的名字 难道我的先生能够 因为他是我的先生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吗 或者说我的孩子 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就可以到市场上把这个房子卖掉吗 其实这一点呢 大家如果要是想一下 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 就是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把我们从这个买家的角度上讲的话 那现在有一个人 他有这样的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上呢 写的明明是我的名字 但是出面去卖的人却不是我 是我的先生 是我的孩子 是一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房产证上的人 所以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买家是不会买的 因为我们知道 对方并没有权利去出售 或者说处置这个资产 而且呢 从这个政府的角度上讲 政府也不可能把这个房子 登记到这个买家名下 仅仅因为这个神智不清的人的先生 或者说配偶或者孩子 去做了这个交易 他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登记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政府要保证这个权利的完整性 那也就意味着上一个这个交易的买家 一定是下一个交易的卖家 就是上次我从别人手里买回来的这个房子 那现在要出售呢 当然应该是我自己来出售 那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我的这个资产 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安排别人才能帮我代管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叫做信托 家庭信托 其实信托在本质上属于什么 就是对我家人的一个授权 我可以授权委托他 如果要是有神智不清 我神智不清 或者我过世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委托我的家人 帮我管理我的财产事项 这样的话呢 就避免了说我神智不清的时候 这个资产无人能够管理 或者我过世之后 资产没有人能够直接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所以说这就是家庭信托的 这样的一个好处和作用 谢谢 是的 谢谢王林律师 刚才跟我们的这个解释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 名字是我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是说卖掉呢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法律上 是比较健全的 特别是内华达州的话 也是夫妻产产共有制 虽然就是一方还活着 另外一方的话 去世的时候 你也需要通过probate 然后这些手续来的这些的话 王林律师等一下 也会跟我们更多的讲解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华人都很勤奋 很多的产财在拉斯维格斯 创造财产重要 保护财产的话 同样重要的 就是想起来 就是需要什么样子的法律文件 来保护资产呢 如果要是我们需要 保护资产的话呢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自己好丑好脚 自己可以去管理和处置资产的时候 这个时候资产并不是最薄弱的 那么什么时候资产 会变得特别薄弱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本人自己 不能够去好好管理这个资产的时候 包括说如果我要是神志不清 包括说我过世之后 那么这个资产呢 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 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有两种重要的 这个法律文件了 第一个 如果是我神志不清的话 那么我可以规定 由谁来帮我管理我的这个财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我过世 我可以通过信托 说明我这个资产 在过世之后 由谁来接手 那这样就避免了 在我神志不清期间 我的家人不能够 帮我去管理和处置资产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是提前做好相应的安排 谢谢 提前做好相应的安排 由谁来接管 你就是说你的资产 第三个问题呢 大家对遗嘱都比较熟悉 那有些人对信托的话 有点陌生 那么遗嘱跟信托又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朋友会讲说 说哦那我做了遗嘱 我对自己的资产已经有这个相应的保护的措施了 那是不是我就不用做这个 其他的规划 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信托 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大家 就是要多了解美国的这个遗产继承的法律 其实在美国的话呢 如果我们仅仅有遗嘱的话 我过世之后还是会进入到 这个叫遗产认证法院的认证的这个程序中去的 那么什么叫遗产认证法院的认证程序呢 这个认证程序的这个概念就是指说 如果我要是只是做了一个遗嘱 因为这个遗嘱 我把它白纸黑字的写出来 说我这个资产该怎么分配 说完之后呢 我的这个文件就拿回家去压箱底了 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第三方 知道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安排 比如说可能我这个资产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说我这个银行里的钱要交给谁 我这套房子要交给谁 但是银行不知道 这个房子的政府的登记机关不知道 所以说呢 当我们过世的时候呢 真正能够去哪里去拿这些资产 拿这些权利呢 当然就是要到我有权利的地方 比如说我的孩子需要去银行取钱 我的孩子需要去政府的这个地契登记部门 把这个地契呢 从我个人名下转到他们的名下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仅仅是有这个遗嘱的话 那么它会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那我这个时候呢 就是法院不会立刻马上就允许我把这个资产 就按照这个遗嘱的规定就分发给我的家人 它是会进入到这个遗产认证法院的认证程序 就是法院要看一下这个认证到底是不是真实有效的一个遗嘱 不要是一个假的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相应的这个时间和金钱成本 那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每100万当中呢 5万到15万美元 都会就是进入到这个遗产认证法院的认证程序中 就是有一个5%到15%的这么一个费用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这些个人信息 包括家庭成员信息 财产信息 都要对外公开 不能保持隐私 而且会有一个等待时间 像在全美范围之内呢 平均需要有一个一到两年的等待时间 在纽约和加州 甚至有三到五年的等待时间 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这些信息也好 我们的这个泄露 而且呢 也会有这个时间上的不变 所以说和这个遗嘱相比的话 那么信托呢 我多了一个什么步骤 就是我不仅仅是一个白纸黑字 说明了自己百年之后 这个资产该怎么分配 而且呢 我一定要在这个文件呢 就是登记在我的这个信托名下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房子的话 那我要把这个房子的地契 登记在信托名下 要像人寿保险股票账户之类的呢 我要把这个受益人写为信托 这样的话 我不仅是自己说明资产该怎么分配 而且也给了我的这个相关的资产的 这个转换的机关 相关的这些财富的保管机关 一个通知 说明这就是我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 所以他就不用担心说 日后这个资产是不是有这个盗用呢 或者说这个遗嘱欺诈 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他就可以在我过世之后呢 立刻马上交给我的亲人支配 所以这样的话呢 也就避免了相应的这个一到两年 甚至是三到五年的认证时间 5%到15% 遗产认证法院的认证费用 和这个相关的信息 对外公开的成本 所以相较于遗嘱来说呢 信托是可以更高效快捷的 去传递我们的资产的 另外从这个管理的幅度上来讲的话 如果我只有遗嘱的话 那么遗嘱遗嘱顾名思义 就是我过世之后 资产怎么分配的一个法律文件 它是不管理我神志不清的时候的 就是说如果我只是神志不清 而没有过世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家人并不能凭借这份遗嘱来帮我管理资产 但是信托信任托付 不仅可以在我过世之后 信任托付给新人处理 也可以规定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 谁来帮我处理 从而避免了神志不清的时候呢 这个政府 他的这个介入 或者说我家人不能处理 这样的一个不变的情况的发生 所以如果我有信托的话 我是可以规定在神志不清的时候 谁来处理资产的 这样就帮助我实现了这个幅度上 我的管理的范围呢 不但在过世之后 也延伸到了神志不清 而且呢 在程序上也更高效简便快捷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 通过信托的方式 来实现资产的传承和流转 谢谢 非常谢谢王云一时的 就是说的非常的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除了避开遗产认证法院的程序和成本之外 信托还有其他的财产保护功能吗 除了避开遗产认证法院的 认证程序之外呢 那么信托还有其他的功能 这个信托它不会自动的随着我们的过世而消失 它是可以继续存在的 那么因为这个信托在我过世之后 可以继续存在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信托当中呢 设置相关的财产保护和传承的规则 比如说我可以说这个资产呢 我值给我的孩子 但是我孩子以后如果有债权人 欠人钱 或者说离婚有配偶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债权人跟离婚的配偶呢 是不能强迫我的孩子用这个钱来还债 或者是在离婚法院里瓜分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明 把这个资产给了孩子之后 那么孩子多大可以拿多少 比如说30岁之前可以拿多少 40岁之前可以拿多少等等 这样的话 这个资产我就不会用一次兴趣 有给我的这个孩子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对这个资产都是有更多的 这个保护和限制 另外呢 还有不可撤销信托 就是我可以用不可撤销信托说明 我作为信托设立人本人 如果我有债权人的话 那么债权人都不能强迫我用这个信托里的钱来还债 包括说如果要是有高净资产人士 比如说在2023年 如果资产超过1292万美元的朋友 那么超过部分呢 会有40%的联邦遗产税 那如果我把超过部分放到不可撤销信托里的话 都可以实现逼遗产税这样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除了程序上更快捷 而且管理到我神志不清 和过失之后两个维度的事情之外呢 那么信托相较于遗嘱来讲 还有就是保护我家人的资产 我的受益人的债权人跟配偶拿不到 而且可以限制他怎么使用 同时不可撤销信托 还可以实现避免我本人的债权人 以及帮我避遗产税这样的好处 所以说信托的功能是非常多样而强大的 谢谢 信托还会继续存在 也可以表达就是传承的音乐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大家想继续了解 怎么保护您的房产和继续 美国的遗产继承啊 委托书的重要性 和什么人最好要做遗嘱的话 大家可以问一下就是王林律师 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话 就是说也愿意分享 也很有知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加他的微信 或者说就是希望王林律师继续给我们分享 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让我们身边的客户 华人朋友 能够得到就是更多的这些 就是知识方面的这个信息的及时性吧 今天非常谢谢你这部也就是 带给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Nancy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